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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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提到有位姑娘在岸边的牧羊 而且哭哭啼啼的很淒涼 一問之下 原來這位姑娘是李宗盛龍王的女兒 龍女三娘 她與吸水盛龍王的小兒子結為妻 本來龍對龍 門當戶對 相安無事 但有一天聽到奴博的傳話 夫妻二人禽失不和 小龍因而病倒 此話令吸水門的老龍王 心中甚迷不樂 且擔憂 生怕長矢下去 會傷及小龍的身體 於是傳小龍到堂前 問個明白 小龍上到堂前 拜過龍王之後就說了 父親 你與我取了過三娘回來 她生性歪劣 唉 至今都不與我傷和 她更加恥著她宿父 火龍的神通力大 發猛地夯著我 就連父親你 她都不放在眼裡 此等不言之苦 我要她何來呢 嘩 老龍一聽見 當堂龍顏色變 她怒氣沖沖地說 咦 豈有此事 叫那個小賤婦來 我自有處置 於是 蝦冰蟹象 就將三娘帶呀帶呀 帶到老龍的面前 老龍說 小賤婦 我來問你 你怎會生性如此歪劣 與我而事事對抗 弄得我而生起病來 你若低頭認錯全心悔鬼的話 此事作罷 若不肯是 我便有法樂你之處 不會輕搖過你 那三娘就說 公公 哎呀 非關師父的事 千萬便輕信這個殘言 師父亦是龍子龍孫 決不會輕易失禮於人的 嘩 老龍一聽見她這樣頂嘴 生氣得身邊的海水都滾了 對呀 差點綠熟了身邊的蝦冰 那隻蟹都差點熟了 哎呀 就是這樣 三娘呢 就被人趕去岸上 罰她一生一世 都去牧羊 這些羊呢 原本呢 其實是一些負責施羽的羽工 不過因為平時懶羊羊 好食懶做 所以就被人趕出龍宮 去岸那裡做了羊 那樣 不過這次真是冤枉了 原來小龍呢 是喜歡她身邊那幾個蟹美人 妹仔 娶三娘 就當然不是她的意思 是她爹爹的意思 那所以呢 她千方百計就想趕走這個三娘 那她首先呢 就炸病呀 再串通呀 身邊那些奴博呢 就詆毀呀 三娘呀 說她呀 壞呀 生性歪劣呀 又不肯傷和呀 那老龍聽見 當然 就信了個兒子的啦 那可憐啊 三娘呢 就是這樣 被人罰了去趕陽 就虛道一生 唉 但是這個時候了 故事的男主角呢 柳毅呀 因為科長失意啦 而遊歷四方 所謂 讀萬卷書呀 不如走萬里路嘛 她走走走走走 走到來岸邊這一處了 喔 尼多老公 瑪琪 自慕 門上行那座 自有家貧 鄧 Yours 乖祖母 靜下 跳起來 落會 沒錄以 咖 咖 咖 也有 見去見聞 生光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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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烈青 力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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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啊 啊 男耳之咎 想湧合 四分 是前路 水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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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懶惰已恨 可以演習其愛 也拉 或是 下山 吹过美来姑娘 回家孝顺 连着 来到此地 吹过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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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